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规律局的珠宝3D设计教学频道 十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影片 不过这边还是让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做个简短的说明 首先我们有针对珠宝设计做出相应的环境设定 如果是新朋友的话一定要点开我们每期影片的完整资讯 然后跟着我们设定指南的影片做一次环境设定 其他背景知识的影片也都会在这边条列出来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再慢慢观看 还有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不错的话 麻烦一定要帮我们订阅分享小铃铛 接着就让我们进入这一期的主题教学吧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多边形兔子 这次会利用割刀和连结顶点路径两个功能 示范怎么视觉化的完成这种多边形兔子 一开始先简单的做出头部的轮廓 那以兔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腮帮子 所以在调整的时候一定要把腮帮子强调出来 用方块来拉出头的轮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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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中间加一道loop才有顶点做塞帮子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头型好了以后我们接着处理耳朵 耳朵的话可以直接用多边形构成 添加一个平面对起视图 添加细分表面修改器 模式记得改成单一个 套用旋转与缩放以后在物体模式位移 添加镜像修改器以兔头当做镜像参考目标 一样在物体模式旋转 再添加实体化修改器做厚度 再来是倒角修改器 然后我们进入编辑模式把变换方向改成区域 这样调整起来会比较符合直觉 再来这句话 再来是这句话 再来是这句话 再来2个话 再来一句话 因为我 ident论了 我看看 你学年就能弄πό了 这是我们的 这句话 那些话 你 好 我看不错 那这边要记得如果要旋转或位移的话 一定要回到物体模式操作 耳朵先到这边回头来处理头部 一样把头部气氛的模式改成单个 然后进入编辑模式对照范例的结构调整 另外半边用镜像修改器会比较省事 先删掉左半边的顶点再添加镜像修改器 这边就是依自己的喜好调整额头和眼睛的比例 至于 感谢观看 用内千面做出眼眶的范围 沿着发现挤出眼睛的层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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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沿着发现挤出眼睛 沿着发现挤出眼睛的层次 接着用割刀做出头型的结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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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有点可以接的就用这一连结顶点路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照范例的比例再用割刀割出结构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使用剧照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带来是细部处理鼻子和嘴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这边要做出层次的角度 才会有嘴巴的感觉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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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面以外的部分就是随性接不要有突出的结构就好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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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列一下顶点的相对位置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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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